五月又要開始報稅了 今年財政保障 大家人的基本生活費 對十九萬六千塊 貼館到二十萬二兩千塊 有夠二百三十五萬元可以收費 另外也因為現在民法十八歲就新年了 今年一半十八歲就能單獨新報 有機會可以入少少歲 一百十二年度 綜合所在歲 結成新報從五月初開始 今年人人有感覺的報稅 就是每人年度基本生活費 條款六千塊 變稅金額是二十萬二千塊 我覺得多說少少有啦 可是幫助真的沒有很大 因為看我覺得現在物價真的都很高 多少會有一點幫助啦 對 那比較擔心的是電價廠 所有的物價就跟著找 以一家世的人為了 如果使用五百歲率 總共可以少一千二塊 另外要有多項薪資 包含營營 變化效果修正 生年的年紀萬十八歲 就要在好好讀書 或是身體障礙 無省靈力可以列水 復用以外 可以選到分好新報 有希望可以接生這個水金 要一般 用力數據保養工的 那是代金 每人每個月三千塊以下 不用算是養工的薪水 另外英靈在政府 向下修正規劇 以經驗標準的規定 所有的計算要有條件 另外CFC制度 今年也是第一次來申報 到底他在低稅負區 例如像開曼群島 威京群島 香港 新加坡 這些低稅負區 如果設有關係企業 直接間接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 會有重大影響力 那這個時候你就去填這個貨表 你將會知道你到底符不符合 需要申報 在政府提出 今年綜合総地稅新部 交立對五月初一到五月三月 為止 民眾會經由 望路也許秋季先來新部 下載 雜條 飼料稅壓過算表 另外 如果受到低稅影響 沒有辦法在幾項期間裡面 繳穿這個水金 影響國稅球申請援機 也許免十分期來繳稅 記者 中央報道